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艺术大家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1.罗密欧与朱丽叶永恒爱情的悲剧诗篇 2.高更在哪里失乐园的色彩追寻 3.海上钢琴师,大海与钢琴的浪漫奏响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罗密欧与朱丽叶永恒爱情的悲剧诗篇 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莎士比亚的不朽之作 不仅是一首永恒爱情的悲剧诗篇 更是无数恋人心中的关系目标 尽管这个目标以一种你绝对不想模仿的方式结束 想想看,如果罗密欧与朱丽叶有了会猜他们的故事 可能就不会这么悲剧了 亲爱的,我只是暂时假死,别急着自尽啊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的核心 两部年轻的恋人,来自于维罗那成为两个世仇的家族 蒙太古家族的罗密欧和凯普莱特家族的朱丽叶 他们的爱情故事从一见钟情开始 迅速发展到秘密结婚 最后,因为一系列的误会和悲剧 以双方自尽告终 这对恋人的故事不仅是对爱情的颂歌 也是对家族仇恨后果的深刻反思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的解读 1.爱情速承搬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 可以说是史上最快速承搬的案例之一 从相遇到坠入爱河 等个过程比现代人的网恋还要快速 这种速度如果放在今天 绝对能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一番热议 2.沟通打失败 如果说这部戏剧教会我们什么 那就是沟通的重要性 一场因为信使延误而导致的悲剧 如果罗密欧和朱丽叶能够直接发个短信 或者打个电话 结局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3.最糟糕的家庭聚会 想象一下,你只是想参加一个派对 结果遇到了你生命中的爱人 但他却是你家族的死敌 这种情况下 家庭聚会的干大程度可能会破表 4.最极端的解决方案 当面对爱情中的困难时 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分手 求助于朋友或是寻求专业帮助 然而 我们的罗密欧和朱丽叶 选择了最极端的解决方案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强烈不推荐模仿 总的来说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不仅是一部关于爱情的戏剧 他还提醒我们 无论是家庭还是爱情 沟通都是关键 而且 下次当你想要为爱福汤导火时 也许先停下来发个短信 问问对方的意见 可能会是个不错的主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高更在哪里 施乐园的色彩追寻 好的 让我们一起探索保罗 高更抛高官的 这幅名作在哪里 Where are we come from? Where are we going? 一幅充满神秘色彩 引人深思的画作 同时也是对施乐园的一次缤纷追寻 高更这位法国后印象牌大师 不仅是一位画家 更像是一位时空旅行者 他用画笔穿梭于现实与理想之间 寻找人类存在的意义 首先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高更在他的画室里 面对主画部 深陷于中年危机 自问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去哪里 然后他灵光一闪 嘿 这不就是我的下一幅大作的主题吗 于是在哪里就这样诞生了 当然这只是我的幻想 但不得不说 高更的确是在探索这些深奥的问题 这幅画作于1897年至1898年间创作 是高更在塔西提岛的代表作之一 画面充满了象征主义色彩 描绘了从出生到死亡的人生阶段 反映了高更对生命宇宙和人类存在的深刻思考 画面左侧是一个婴儿 象征生命的开始 中间是日常生活的场景 代表人生的旅程 右侧则是一位老妇人 象征死亡和生命的终结 整幅画作充满了神秘的象征符号 引导观者进行一场关于生命意义的冥想之旅 高更用色大胆色彩鲜艳 这不仅是对塔西提岛自然风光的在线 也是对施乐园的一种追寻 他试图通过这些鲜艳的色彩和原始的生活场景 寻找一种更纯粹 更本真的生活状态 逃离工业化社会的喧嚣和虚伪 高更的这幅作品 不仅是对人生三大问题的探索 也是对一种理想生活的追求 他通过这幅画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关于人类存在 生命意义和理想世界的梦想 高更可能没有找到所有的答案 但他的作品激励我们继续寻找 继续梦想 最后如果高更今天还在 他可能会在Instagram上发布 他的塔西提岛生活账 配上施乐园追寻者在哪里 谁知道呢 这位时空旅行者色彩的魔术师 用他的画笔创造了一个 让后人无限遐想的世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海上钢琴师 大海与钢琴的浪漫奏响 海上钢琴师 The Legend of 1900 这部电影是如同 其主角1900的钢琴演奏一般 充满了浪漫与奇幻色彩的作品 导演朱塞佩 托纳多雷 Gisepi 托纳 以他惯有的细腻手法 将一个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 转化为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而我们的主角 内从未踏足陆地 在海上出生并长大的 钢琴神童1900 由蒂姆·罗斯试验 他的一生就是一首 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乐章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大海 大海 一个自古以来 就被赋予无限浪漫 与神秘色彩的地方 在海上钢琴师中 大海不仅是背景 他更像是一位默默支持住主角的老友 想想看 一个人的一生完全在海上度过 那么大海对他来说 既是摇篮 也是终点 这种情感与连结 对于我们这些陆地生物来说 唯一是充满了浪漫与遐想的 再来说说钢琴 钢琴在这部电影中 不仅是一种乐器 它更是主角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1900透过钢琴 表达了他对大海的爱 对人生的感悟 甚至是对未知的渴望 他的钢琴演奏 就像是大海的波涛 时而平静 时而狂野 却始终充满了深邃与力量 这种对钢琴的深情演绎 让人不禁想起那句老话 音乐是心灵的语言 在1900的世界里 这句话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 但我们以一点幽默 来结束这次的分享 讲象一下 如果1900有一天 真的决定踏上陆地 他可能会对驻大海说 亲爱的 我们需要分开一段时间 而大海也许会回答 去吧 但别忘了 你的灵魂永远属于我 这样的对话 虽然是虚构的 却也反映了海上钢琴师 这部电影最深刻的主题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都有一股力量 将我们与过去 与梦想紧紧相连 海上钢琴师 不仅是一部电影 它更是一次心灵的旅程 T.C.Waga 即使在这个现实 与理性主导的世界里 仍然需要浪漫与梦想 来滋养我们的灵魂 总的来说 这三部作品 都带给我们 不同的感受和歧视 罗密欧与朱利叶 教会我们爱情的 强大和家族仇恨的危害 同时提醒我们 在困难面前 要保持沟通 高更的在哪里 带给我们对人类存在 和理想生活的思考 并鼓励我们 继续追寻梦想 而海上钢琴师 则让我们感受到 大海的浪漫 与钢琴的力量 并提醒我们 保持对浪漫和梦想的追求 我们不妨在生活中 也保持对这些价值的追求 无论是爱情 人生意义 还是浪漫梦想 它们都是我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所以不要害怕去追求爱情 去思考人生的意义 去追寻浪漫和梦想 因为正是这些追求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让我们的灵魂得到滋养 最后我想问问你们 对于爱情 人生意义和浪漫梦想 也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期待祝你们的回应和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 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 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 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